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自己的房子种大麻之后会碰到哪些问题 第一点 我们知道在大麻屋的价格比同类型的同地段的正常的房子 它的价格会有20%到30%的价差 所以这个价差对某些买家来说会非常心动 那到底大麻屋可不可以买呢 答案是当然可以 大家都知道一部大热的连续剧《安家》说过 每一套房子都有它特定的主人 所以呢 只要我们先了解清楚 后续你会碰到哪些问题 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有的风险你也可以承担 那么就可以去买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购买大麻屋会碰到哪些问题 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贷款会比较难 一般的大银行都不做大麻屋的贷款 即使这个是经过全部彻彻底底的整改 并且市政府是签发了重新允许入住许可 即使这样的房子贷款在大银行也是批不下来的 所以呢 你只能去找次一级的贷款机构 B-Lander 那当然利率会比较高 另外他们还会让你去购买CMHC的贷款保险 这个是贷款难 第二呢 买保险比较难 一般的保险公司都是大麻屋为高风险标的 或者非一般标的 有的公司根本没有这种coverage 有的有 但是呢 他也要屋主提供好多好多官方机构出具的测评报告 比如环境测评 比如房子的电力系统 房子的结构工程 还有空气质量 排风系统等等这一类的报告 当然了 它的保险费率也会比较高 第三点呢 是出售比较难 一套房子一旦中过曾经中过大麻 只要它在警察局是政府备过案 那么这个案底会跟着这套房子走一辈子 也就是说后续无论有多少次的买卖 每一次这个卖家都要向下一任买家披露 这个是曾经中过大麻屋 但是呢 经过了整改 现在允许入住 不管你披露不披露 这个记录都是可查的 所以呢 大麻屋的销售 一般都比正常的房子要花更多的时间 价格呢 也是会大大的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 第四点呢 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的 因为这个问题是要到购买之后的多年以后才会发生 它如果你购买了大麻屋以后呢 今后拿这套房子做再融资的可能性很小 几乎是不可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们买正常的房屋 比如说你四年以前买的 经过几年的还贷 然后经过市场的 有一个市场 整个房地产市场有一个上升 那么你的房子增值了 你可以把这些增值部分 向银行再借出一笔钱来 那如果是大麻屋 基本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自己先了解清楚 第五点是未知的安全隐患 那一套种过大麻的房子 经过彻彻底底的整改 政府也签发了重新入住许可 这样的房子住进去以后 还有没有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隐患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 大多数情况是可以没有风险 但是呢 因为霉菌包子的存活率 非常非常顽强 所以如果在当时做整改的时候 没有百分之百彻底的 把霉菌包子清理干净 如果还有一些残留 这些霉菌包子 即使休眠了几年 之后的 之后它一旦碰到温度 湿度 适合的生长环境 它又会卷土重来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 一旦卷土重来以后 那人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会引发呼吸道的疾病 会影响身体健康 但是这种隐患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只是大家要了解一下 有那个存在的很小的可能性 好 了解了上面这些购买大麻屋的风险以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做一个认认真真的评估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购买 下面呢 我想插说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有的 有的买家觉得 这个大麻屋这么便宜 我买下来 做一些装修 用来出租 那也很不错 但是如果有这种想法呢 以后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的租客 在今后的居住 入住以后 他自己发现这套房子原来是大麻屋 那么他可以去告你 并且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 你可能就会引发没完没了 可大可小的官司 所以说这个风险 请评估清楚 看看你的租金收入 是不是足以抵消这些风险 这是插说的另外一种情况 下面我们讲一下今天话题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有的屋主想要把自己物业的一部分用来种植大麻 会碰到哪些情况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带农地的房子 这类房子在屋主居住的主建筑之外 通常会有一个大棚 有一个养鸡棚或者养牛棚 或者仓库等等这么一个独立的密闭的空间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种植大麻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第一点就是说 可能今后这套房子遭到偷窃的风险会提高 因为在种植大麻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有味道 即使你有通风过滤系统 但是在植物开花的季节 这个味道还是会散发出去 而吸大麻的人呢 对这种味道非常敏感 所以一旦被这种人盯到了这个房子 这套房子今后的被偷到的风险就会提高 然后屋主的安全问题就会有一些 需要自己有一个考量 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关于这个再次融资的问题 你一旦种植了大麻以后呢 可能贷款续约啊 还有就是再次融资啊都会发生问题 比如说你当时购买的时候 签了一个五年的贷款term 在即将到期的时候 你不是要去银行续约吗 如果在那个时候被银行发现 这套房子现在用作了大麻的种植 那么这个时候银行可以说 我不再续约给你 我需要你立即还清所有的余额贷款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只能去找次一级的贷款机构啊 或者是私人的贷款机构 那这时候的利率就非常高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用来种植 自己物业的一部分用来种植大麻 如果有闲钱的话 最好是把自己的贷款还的越多越好 尽量还到还清 那么以后后续就没有整个银行的这一个部分的风险了 好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都讲了 关于大麻屋 你购买也好 你想要出租或者想要自己种也好 碰到的问题 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做一下评估 看看要不要继续做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